好 那我们忙完了一阵子回来了这边 那今天呢 我们就趁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给拍下来 那拍下来的这个过程呢 不是说我们要高调的去炫耀自己有多么的人好啊 善良啊 去做慈善不需要 对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需要你来赞美我 我其实也是很感恩我有这个地方 让我去帮助别人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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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宝衣 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宝衣 那我们就用衣扇来遮了 哦 就麻烦一点 也就是说 因为室内的厕所呢 是蹲的 那我们老人家一般上我们的膝盖是不做粒的啦 不好用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做室的麻童 所以这边呢 可能有些人是帮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带一个遮盖 或者是把里面的厕所变成做室的厕所 哇 你看 吃饭的地点就是太阳这样照进来是不是很痛苦 哇 我这样子拍都痛苦 对不对 好的 我们现在是在度中长站余老人之家这里 那这个板上呢 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工作人士呢 你没有打电话来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们现在拍给你看了他要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呢 你之前已经有计划想要来捐助的话 你也可以来参考这些东西 这是比较一般的啦 那最好呢 你也是问一下负责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现在呢 是在度中长站余老人之家 那它是在班达马布达特拉斯的 那电话号码呢 就是010-266-8399 010-266-0350 这就是刚才我们去NSK买到的这些建筑的物资 然后我们感谢Jordan 也感谢我们的Janissa 还有Ms Lim 还有年轻的Justin OK 好 那我们忙完了一阵子回来了这边 那今天呢 我们就趁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给拍下来 那拍下来的这个过程呢 不是说 我们要高调的去炫耀自己有多么的人好啊 善良啊 去做慈善不需要 对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需要你来赞美我 我其实也是很感恩 我有这个地方 让我去帮助别人 这是我的武器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我们想要去提供一个方式 给有心去帮忙的人 因为有些人想要说 我要去帮忙了 我应该要怎么去帮忙呢 他们不知道这个方式 另外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找这些方式 找这些地方来帮忙的 那我们希望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视频 或者这样的一些 呃 呃 报告啊 什么东西呢 给大家知道 我们是有这种方式去做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 以生命影响生命 就感恩大家啊 我们一起去有益力 有一些钱的话 我们就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情啦 无论是老人之家也好 孤儿之家也好 还是这边的 呃 需要帮忙的人 那需要帮忙的人 未必是穷人 我也强调这一点 嗯 还有就是在买这些 出行有力出力 对 有行出行有力出力 还有在买这些物资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就是他的 就是戒指日期 不然的话你买来的时候呢 他的日期就差不多 剩下一两个月就要结束了 啊 这样子就是很浪费了 嗯 在你家附近的话呢 是怎么样去找呢 我在 我是在疫情期间开始做这个工作的 那时候我是打开我的Waze 找我的社区有没有这些团体 好 那个福利部 那就从那边找到这么多家的 啊 我在这个社区呢 呃 他的名单我都有的 这些弱势群体 那我在疫情的期间 就通过他们的捐助 帮助了这些 这些弱势团体 通过了一些弱势 对 其实今天我们排这一集呢 除了教大家可以行善 另外一个就是想 当我们要建筑这些物资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买一些比较适合 该老人也需要用到的这些物资 最好是先联络他们 同时买一些老人比较适合 吃的用的这些物品 还有我们需要义工 什么样的义工呢 就是医药方面的 如果有些老人家他们跌倒了 或者有些小发烧啊 还是一些高血压之类的 你们可以定期过来这边 可以给他们做一些检查 就这样子 按摩啊 这样子 还有剪头发呀 前指架啊 前指架啊 这些义工其实都需要的 好的 现在呢 然后在我身边做的就是这一家老人之家的负责人 啊 啊 对对对对 然后弄早餐啊 一些餐 因为这一家老人之家呢 只有一个英语女容而已 嗯 所以他很多时候都轻一轻微的 那 崔哥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现在啊 我们知道老人之家陷入困境了 老人之家陷入困境了 那就是现在我们确用的就是物资哦 物资 金钱哦 金钱 甚至还有车哦 哦 交通 交通啦 有没有要载他们去医院啊 有些轮椅的我们就不方便咯 如果我们就是想会找两 看有人捐鱼啊 买两辆车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轮椅直接踩上去 啊 知道的就是 轮椅呢 很多车子 有些人不要载 有些车子放不下 所以但是我们这边的老人家 好多都是坐轮椅的 啊 对啊 啊我们需要一辆车子 或者是需要一个司机 就是 呃或者是你们呃 从事这方面 还是还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 那定时定后呢 给我们的老人家借去看医生 这个也是很欢迎的 对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点没有收费的 没有收费的 没有收费的 对 然后呢就是说而且 他们的老人就是说 哎 没有家庭 就是说有兄弟姐妹 然后他们就是 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顾不到他们 所以把他们送来这边 啊 所以毕竟我们就照顾他了 啊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 OK 啊 就是让这些老人自由自在哦 啊 没有限制 就是提供一个屋顶 一个床位 然后一些食物 让他们的 呃在无依无靠的 下半身 能够有一些温暖 嗯 能够有尊严的活下去 嗯 如果我们需要一些像这样的一些 生的食物 食材之外呢 你也可以煮熟食送过来 啊但是呢 必须要先让我们的负责人知道 那他们就不会开始去煮饭了 也会告诉你 呃有多少分量这样子啊 你要煮一些金鸡米粉啊 或者是说 请我们吃一些 呃什么好料啊 你都 事先给我们的负责人知道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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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宝怡 对不对 这就是宝怡 这就是宝怡啦 宝怡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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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鱼呢 早前呢 是跟财叔是在同样一间 这个 啊 療养中心 对不对 就是按摩的推拿的地方 他们呃 赞助这些需要按摩的人 美红 星期三 到他们那边去 免费帮他们推拿按摩 提到宝怡跟这个财叔是在哪里认识的 欸 我们是另外一个人中心认识的 嗯 他来我们中心 对 然后我看到他的情况 是这样 然后我就这样 对 怜悯出心 又想很多爱他的感觉 对啊 对啊 那个是缘分啊 缘分 所以他们现在的感情 就像爸爸跟女儿 对吗 宝怡 像爸爸跟女儿 像你爸爸跟他 嗯 哦 宝怡是呃 在21岁之前呢 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然后21岁过后呢 就开始发现他的身体不能被控制了 对不对 啊 就不能控制了 然后就被诊断出 他患了一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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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录收缩这些 所以他现在跟我们沟通的话呢 是要可以通过 杂质 的方式跟我们沟通 你要这个吗 他有记录自己的过程 他以前的过程 嗯 啊 他还好好的时候啊 然后他生病啊什么 啊 他已经啊 这个 哦 这早期的宝怡 啊 等下我们会放给大家看哦 嗯 真的有了的 那时候我来的时候 看到他就是在他的床上 嗯 就拿着这个在剪接 嗯 在剪接视频 而等下我会发给大家看的呢 是他自己生病过后 拍下的 剪接的 他自己的视频 嗯 那就是 有中国人那个 我还是不知道 是甚至有了 但是在我认真 有像没有 我所在类传了 你 怎么这么 Lang 像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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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手,他这只手能够控制 这个呢? 这个手不能控制的 那他的右手还能够 手是拇指跟食指还可以动对不对? 这些呢? 这些就比较没办法了 这些就比较没办法 所以这两个至少在打电话 按iPad还是没问题对不对? 好彩哦 他现在拍摄 所以他就想说 他有一个电动轮椅的话呢 他能够自己控制 可以让他在有限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活动啊 我们都知道了 拍视频我们看到什么 我都想拍什么的嘛 对不对? 看到一些状况 譬如一些活动 他都想拍 拍下来 这个所以是 我们为什么今天 大马娘哥、雪梅姐 会来到这一边 也就是想说 能够帮一帮他实现他的愿望 来有一家 如果是有三星人士 你们可以的话啦 就是啊 支柱他一个电动轮椅 这样他才能够啊 代替他的脚 去外面走走 因为他也是有他心里面 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通过视频 他可以把他看到的 他心里面 心里世界想要表达的东西 通过他视频 告诉所有人 对 因为他本身 听到资历也很好 对 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 走角 另外呢就是 他希望能够找一份工作 能够帮助自己 自力更生一下 对吧 对 他很想找一份工作 那现在他的工作方面呢 他觉得他比较擅长 就是导致自己的视频 或者是我们的网友们 你们看到像这样子的状况 你能够给他做什么工作的话 也请你给一些建议 对 他觉得现在也是年轻吗 既然我的手还可以动 我尽量能够贡献给社会 得一份力量 然后也能够自己治理自己 对不对 是啊 对啊 因为他还蛮年轻 你几岁啊你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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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28 28 他做的这个病 发作的时候是21 差不多7年了 对 这么多长久时间 那当然当众的整个过程 这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挫败 都经过了这个很棒 甚至会在视频那边鼓励大家 哈哈哈 苦经刚来对 对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嗯 我打字是比较快的 对 他已经这样他都没有放弃 他就要生存下去 对 他坚持到底对不对 坚持到底 然后为什么呢 他在医院的那段时间 18个月在医院里面躺着 不可以吃 要拜 要拜来帮那个牛奶粉的 嗯嗯嗯 然后医生跟他讲 跟他妈妈讲 你拿回去 只有8个月的时间 嗯 他妈妈也没有放弃 一直买药啊买药啊 什么药都吃啊 然后他吃了 太粉了 嗯 然后吃了就慢慢吃了 然后本来他妈妈讲的 只有两个眼睛可以动了 全身不能动了 然后慢慢的手脚会动 嗯 刚刚就问他想要做什么工作 他的回答就是 不挑 只要有工作适合就可以了 很棒 很棒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视频里面的这些朋友 如果你们有适合的工作 可以给他做的话 可以联络我们的负责人 可以联络我们的才哥 才哥讲一下你电话码 我的电话码是018 7658989 好 谢谢 这是宝宜的脸书 大家可以关注他 好的 宝宜你之前的工作是 他说他之前做过手机 做过头发 哦 修理手机厉害啊 做头发 哎呦宝宜你太有才了 啊 才是讲你的手机坏掉的时候 你都交给某一座 所以我的新手机 全部我都不用去交给手机 不懂操作 就交给他了 他就把你操作了 在订了啊 厉害哦 然后那天把手机全部卡住 那怎么办 我就交给他 他全部洗 他跟我讲 洗掉完我就洗了 他就跟我洗 厉害厉害 嗯 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夕阳下 哦你看 塞到这个吃饭的地方 全部哦 灰色进来 对 现在时间大概是整 5点 4点 然后4点5点左右 就是那个阳光就射进来了 对 会比较 现在还算不是很亮 平时会比这个还亮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是像平时 就算不是太阳下伞的时候 就是平时我们也是希望 这边有一个棚 能够遮阳等雨啊 对 所以我们才放这个布 还不够对不对 如果是有新人 是可以建筑这方面 因为如果是下大雨呢 也是会喷进来 对对 因为现在这个空间 我们的长辈们 主要是在这里吃饭 活动 对 用餐就是在这里 里面就缓满床了 所以呢 这边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 医院来给我们 送一路美美 然后你刚才说 在这个屋子里面的 厕所是蹲的 对不对 里面是蹲的 然后坐的在哪里呢 外面是坐 本来的 我们是可以从这边走的 如果我们加了很多床位 不可以进了 不方便 所以轮椅就不方便走动 对不对 这边如果碰到下雨天 打雷椅的话 就麻烦对不对 下大雨 我们就用雨伞来遮了 哦 就麻烦一点 也就是说 因为室内的厕所呢 是蹲的 那我们老人家 一般上我们的膝盖 是不做粒的啦 不好用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 坐式的马桶 所以这边呢 可能 有些人是帮我们开一下 是不是带一个遮盖 或者是把里面的厕所 变成坐式的厕所 对不然的话 真的下起大雨来的话 他们要走进来 这个有得坐的厕所 就很麻烦 OK 我们这里只有一间厕所而已 做的 所以他们需要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方便了 就是我们现在加多 这个是拿布来回住的 嗯 洗澡 就是说OK 厕所是小便 我们就用布来 这样回住了 这间厕所 就在这样子来 看看嘛 大便 OK 就是比较简陋的一些 所以这个二十人的空间呢 总共只有三间厕所而已 好了我们可以 稍微带大家看一下环境 那是客厅 我们就放了在 大概是有六张床 OK 然后另外一个 啊 片厅来讲呢 我们这边有四张床 里面还有 还有五张床 房间还有两张 哦房间还有两张 然后我们看看厕所 蹲的来给大家看一下 蹲的 就是看一下 轮椅不能进来 哦对了 走了一圈我们也看到了 那财哥 总共有多少个是 躺在床上 是不能下床的 不能下床的 就是这种 六个呢 六个 然后七个是 还有一个需要帮帮帮 重量的 这些也是帮帮重量的 他们优秘最帮帮重量的 这个老人之家 并不是我们的 一般山东的老人之家 都健健康康啊 手脚轰动的 对 这里的老人 和大半以上都设厂照 嗯 就是他们的这个 行动不方便 所以还需要人家照顾 对 所以我们就叫做 残佔于老人之家 还有 所以更加的辛苦 负担的更加重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这里的老人 外面的 社团给他们 红包啊什么啊 都是他们自己收的 嗯 你可以问他们 他们自己收的 然后他们早上 吃东西啊 买小餐啊 他们会叫我 帮忙买啊 我去帮忙买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私还钱 对啊 这个就是 我们的前院长 Miss Lim一向给来的作风 同胞都是他们自己收 自己收 很好 吃饭的地点 就是太阳这样照进来 是不是很痛苦 哇我这样子拍都痛苦 对不对 哦 全部是塞太阳 对不对 嗯 嗯 我们这个视频 其实最主要是呼吁 大家如果能够 付出一些爱心 去关照周遭的朋友 或者周遭的一些 需要帮助的一些社团 那我们就尽量出力 或者出钱 啊 当然我们也 不是 不是说我们很伟大 然后也不是说 我们要别人去赞扬我们 只是说 我们是身为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也接受过了 很多人的帮助 那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 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吧 对 好 就谢谢大家观看 然后可以的话 就订阅点赞分享 然后可以的话 就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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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